哈喽大家好 今天发生规模7.2的大地震 大家都还平安顺利吗 清明廉价即将到来 大家要注意自身安全 以及做出对应的保护措施哦 接下来我们回到今天口袋日报 美股主要指数周二收黑 部分原因是受医疗保险公司 和特斯拉股价大幅下跌影响 道琼工业指数跌近400点 各股方面 特斯拉公布今年第一季交车数据 总共交付386,810辆电动车 远低于预期 为新冠疫情以来 首次较去年同期下滑 导致周二股价下跌近5% 另外因为拜登政府拟议的 2025年Medicare Advantage 支付费率低于预期 导致联合健康保险 哈门纳这些大型保险公司股价重挫 接下来看到焦点个股 可以看到当天市值增加最多 和你减少最多的公司排行 看到全球财经大市 以及近期会率利率 来到台股盘市 今日结算价格为20368 加全持续高档整理 沿着周线持续升长 均线也维持多头排列 贵买今日比加全强势 但没有突破前波256.6高点 均线维持原本的多头排列 puts core ratio为125.9 选择存位平仓 200000puts增加2148口 同时为最大位平仓 而20700扣增加2213口 同时为最大位平仓 变动区间为200000-2700 今日涨跌类股可看到 钢铁工业相对强势 而今日台积电呈现高档整理 观察筹码可发现 投信持续卖出 但外资持续买进 筹码出现换手 投资人可留意外资后续动向哦 今天的影片到这边 我们下周见 拜拜 点亮你的财神灯 5月31前新户送666手续费折底金 成交在送30天五财神线上点灯 台股单月交易每满10万元 每股每满1000美元 送1元某某币 不翻新救护接口登记参加 累计无上限 快来布局你的财富口袋吧 年轻人最爱的证券频道 YouTube搜寻口袋证券